多會面臨氣氛很疏殺 緊張害怕 有如上戰場一般 但其實在醫院裡 偶爾也會遇到天兵病患 也會有幽默的情況產生 苦悶調解劑 看病時碰上的幽默時刻 比方說有一次一個 一個這個年輕的婦女 她來說她 已經做一堆檢查 我說那很好 那接下來你要找我幹嘛 她說可不可以幫我開的排卵藥 我說簡單 我開給你 那我就說那這樣 你已經來第五天 吃到第九天 我說接下來 到第十二天到第十四天之間 你跑來做超音波 我要看卵泡長大了沒有 結果第十四天她跑來了 我說卵泡夠大了 算起來 就在今夜 就在今夜 對… 就在今夜 最慢明天會排 所以今天晚上這樣剛好 因為我常常說 男生要先去等女生 就跟約會一樣 因為卵子壽命短 它只有一天 青蟲可以活三天 當然你要先去 男生去約會等女生是必然的 一定是要的 先天就是這樣子 那我就說這樣 他說 可是我老公還沒回來 我說 老公在那裡 他還根本當兵 這個月沒有說這樣 我說 你老公這個月沒有說這樣 你自拍人要幹嘛 我當初沒有想到啊 我說 我天才啦 我說 你是要跟誰懷孕啊 真的啊 這醫師不知道你有沒有空 這醫師說那個要自費 我真的傻眼了 我就想起來說 好多年前有一個病人 他跟我商量避孕方法 商量了一大堆 我每一種都解釋 我講得還多 包括 講了好多種 最後 他說醫生 我覺得 聽一聽我覺得 既然避孕的附中也不大 我就來吃避孕料 我說好 那就要先試一個月 因為如果很適當的話 我們再開多一點 反正這是自費的嘛 你下次要開三個月 六個月都OK 結果他吃一個來跟我說 不錯 還滿不錯的 就像你講的 也沒有什麼副作用 現在都低伎量的 不錯 後來我說 那這樣要多開醫生嗎 不過我在想 這個我要問我老公一下 看我老公還沒回來 我說那你老公是出財 出國嗎 什麼時候回來 要問他 你還要問他意見 他說我老公是跑船的 他說 半年喔 你老公回來了 你老公 回來差不多一次兩個月左右 就遠洋的一張圖 我說那你吃 你吃什麼運啊 你到底是 這醫師你有沒有 這醫師的第一 他說不定是生有虛 快死啊 不能做這個啊 你幹嘛啊 當時非常純樸的時代 真的很難想像到幹嘛 他說 對喔 我也忘記 我說不過這樣子 畢竟他本身可以調精 不過他月經是反而很規律 我說本來有一個功能 還有調精 都改善月經的不舒服症狀 是有這個功能 不過他真的沒有那些問題 但他當初選擇病院的時候 卻沒有告訴我說 他老公其實一年之後 在台灣差不多兩個月就對了 那要畢什麼 我說對啦 我說那你... 你小王啊 你不要... 不要被發現 不要被老王會來十個月啊 我覺得現在跟當年情況不一樣 結果當時我就跟他說 那你應該選擇別的方法 重新再幫你考慮一杯 有些人更離譜 是以前剛才的病院出來 有沒有台灣曾經的骨吹 病院跟保險套一起使用 來預防懷疑跟預防性傳染病 有些人居然 尤其青少年居然是 每做一次吃一次 每做之前吃一次 你說這個有效 這不是跟天兵嗎 他說他以為吃一次 就有病醫的效果 所以那時候 這很誇張啦 所以我覺得啦 真的其實你有疑問 你可以問醫師 醫師沒有空 你可以問護理師 他都可以告訴你 所以早期還有捷育計畫 對... 那是小孩生帶 我現在是小孩生帶少 現在巴不得把保險套戳一個洞 不是啦 就不用再保險套 不過醫療是一個很無聊的行業 所以我們常常要 鼓中坐熱 其實看病 我們在看名字 也是一個很愉快的一個過程 曾經有一個病人很有趣 他姓慕 慕歸音的慕 慕就是很芳香的慕言 最後一個字 那個 隨女乳 叫慕慕 慕慕 所以每個字本來看都還滿好 我們念起來 寫起來很美 寫起來很像小說的名字 對 其實寫起來 個別看很有氣質 念起來就很有趣 對 念起來就要放水了 很有趣的病人 我就開玩笑問 還問他說 請問你是嫁給洗髮精嗎 他還跟我說 你好 我們本來小名要叫洗髮精 好 那這是名字的問題 但是其實 有時候名字有流行性 我有時候一看這個名字 這不是你的這個名字 這個年齡該有的名字 最近 我突然被人發現 盈餘這個名字 好流行 盈就是盈餘那個盈 就盈餘 那我最近剛好在 兩個禮拜之內有三個 那我就每個都問 其中第一個我就想說 你名字取這個盈 是你家裡長輩 希望你一輩子都很 都會盈嗎 對 工作 盈啊嘛 盈啊 結果他不是 其實這裡藏了一個 他後來告訴我 因為他爸爸 以前很喜歡金庸小說 他很崇拜令無聰 因為他很喜歡 嫁給那個盈餘 所以他幫他取名這個名字 我就盈餘 然後我說你媽媽知道嗎 他說 我媽媽不知道 我爸爸到我20歲成人的時候 才告訴我 叫我不可以跟我媽這樣 這是真的 那第二個盈餘也很有趣 那我就第二個盈餘 我就說 又套用這個笑話 你長輩不也是喜歡任營 他說沒有 這是阿公取的 原來阿公是 也是小說謎 沒有 阿公取這個名字 因為這個銀下面是一個保銘 他說取這個名字 那我說你看阿公用銀 還真的是蠻好的 真的 又第三個銀進來 其實這個也是我以前的 醫院的同事 他那時候 他覺得醫院的工作太忙 他很希望取個名字 很贏耶你知道嗎 這個名字叫銀營 因為真的 他去算命 他就說我很累 然後因為一忙又變胖 所以他就取名叫銀營 還真的耶 他開始取名叫銀營之後 只要他跟著診 你突然夜無量就開始下降 這好不好 假裝每月就離開貴院 有沒有 整首沒人 而且他 他後來就變瘦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而且他名字叫銀營 剛剛後來高雄人 他回到高雄去了 回高雄後來就聽到 他懷孕 雙胞胎 我說銀營還 除了銀營還還往上胞胞胎 所以這個取名很重要 我後來私下有問這個 其實他當初取名字 當然有些用意 他說其實取名字 真的有點改孕 其實我們那個 各位都知道看門診的時候 就是因為現在門診 一旦一過號 你可能就要排三個 排四個 所以大家現在 號碼一按到 因為護理師有時候按很快 所以號碼一按到 所以病人都會重新來 因為他怕說 等一下護士就給你按五號 按四號 登登兩下沒進來 就按五號 就下一個 對 就下一個 對 那天就是一個病人這樣子 那我接護理師按五號 一個娃娃商就這樣走進來 我看他走進來就 好像就 也不是這樣 抬頭體重走進來 結果結果結果拿來 各位看他健碼口 我會對一下照片 因為現在都要病人辨識 就看一下照片 其實跟那個病人不是很像 一看出疹 就是在我們醫院是沒有病歷的 所以沒有過敏紀錄 像我們第一句就是要問 病人有沒有過敏 你要打上去 第一句我就說 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 你實際上打針會不會過敏 他就說 你問我嗎 我想說 是你話 我現在問一下你來看病人 我問要不要問 對啊 嚇人 你來問是不是問你 他說沒有啦 沒有什麼過敏 我說 我說那今天要看什麼問題 他說要看腳 還太穿長過 我想說 真是找麻煩 你今天要看右腳 也不會穿一個比較好拉上來的 你就穿短一點就好嗎 我就說 那不好意思 你腳拉開什麼問題 我看一下 就拉 我就看到有靜脈曲張 但是沒有很嚴重 我就說 所以你有靜脈曲張 他說 對啊 醫生我有靜脈曲張 我就跟他衛教 說你要穿彈性化 他問我說彈性化怎麼選 我還很好 先講給他聽 我說 有醫療級 有保健用 保健用的話 上面會寫幾單幾單 如果是醫療級 上面就會寫 幾AMHG 我還怕他買錯 跟他衛教了快五分鐘 他講起來 他一個人跟我說 謝謝 那我知道 那我知道 我之前講說 我一面講 我們還一面打病例 就打得滿滿滿滿滿 想說要結束下一個 他準備叫下一個 想說他都懂了 突然間一個那個 外人 就飛了一個阿嬤 從外面上走進來 然後那個病人馬上就站起來說 媽媽來啦 我還要你了啦 我就說 是 我說 你是誰 他說我媽要看腳 她講說這邊有個傷口 我說 所以你不是病人喔 我說沒有 我不是病人啦 我就說那你幹嘛 這樣走進來 號碼沒打 我說沒有啊 我媽幹嘛去上廁所 就剛好到我媽的號碼 我想說等一下過後 要等好久 我先進來站位 再問他 這麼久了 五分鐘 這麼久了 不是他 那他也有靜脈曲張啦 重點是 病人不是他 他也有靜脈 接著問他 過兩天兩五分鐘 他媽媽尿尿回來 我生第一個兒子的時候 我老公發生過一個笑話 因為那時候他在拍戲 我從一點多就開始破水 然後我每次跟他說 老公我破水了 他就說 你是平尿 然後我 其實又有點像 我又去睡 對 睡到兩點又破 我說老公破水破水 他說 我就這樣子一直被他 呼嚨到五點 起床那時候 整個流的滿地都是 我才把他叫醒 然後一到醫院 他沒有說 你尿床了啦 他也沒睡好 然後孩子伸出來 護士就跟他說 那個王先生 二四二一 他就說二四二一 他就跑走了你知道嗎 他就開始去找那個 嬰兒放的那個保溫箱 然後找了一大圈 護士想說奇怪怎麼 他一聽到二四二一 就跑走了 然後繞了一大圈 最後再回來的時候 他跟護士說 護士我沒有找到 二四二一的那個 保溫箱號嗎 護士就說 二四二一是 你兒子的重量 那件事要後來跟我們講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是很天兵的事 之前就是我嫂嫂生孩子 然後在中山醫院 我就要去看他 結果我那天一到 奇怪 我都一開始 越靠近就覺得越怪 為什麼外面車 有這麼多SMG車 想說是發生什麼 不得了的事情 那我就 就是很低調的 從側邊慢慢的低頭 要往裡面走 就在往裡面走 奇怪 這邊怎麼一直有閃光電在閃 說要拍什麼 你排頭的紅石 在拍我耶 我還要說 你怎麼了嗎 在拍我 然後再往前走 那個電視台的麥克風 就觸上來了 桃子姐生孩子 你來看他嗎 怎麼樣 他說 桃子姐生孩子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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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說 障礙摸不著金剛 為什麼桃子姐生孩子 要問我 然後大家為什麼要用這種 重大案件的方式在面對 然後我一直到裡面去 我看到那個報社的平面媒體 我就開始認真問說 開始辦案說 到底剛剛發生什麼事 是 然後原來 桃子姐生孩子的那一天 就是我嫂嫂生孩子同一天 只是我剛好去了同一個醫院 然後他們就想說 都是全年人 一定是來看桃子姐 誤會了 誤會了 然後知道這整個誤會之後 就是說 拜託你們去幫我跟 那個攝影大哥們說 拜託 超尷尬的 因為我就是全程 一直這樣逼頭 然後跟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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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來幹什麼呢 對 有遇過一個醫生 他就是 產科的病人都很多 然後他一個晚上最多 可以看到 七八十個病人這樣子 那 有一次就有一個病人進來 那那一天他其實也是看診 看到非常晚 已經嚴診了 然後這病人進來他就說 那醫師我要照一個超音波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引導他 進超音波室裡面 那醫師一照的時候說 你的寶寶頭長得很好 頭圍都有到正常的指數這樣子 然後說 你看他的小手手很可愛 你的寶寶都很健康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在旁邊看起來說 那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像是寶寶的頭 不過就是醫師都這樣講 然後礙於他在看診當下 我們就沒有阻止他 然後後來病人就起身說 醫生不好意思 我沒有 然後醫生就納悶一頭霧水 說你沒有懷孕 然後我們就在仔細看的時候 才發現 那真的不像是頭 然後病人就說 醫師我是來檢查 我手術這樣 然後後來病人出來 診間外面之後 然後醫師就自己打圓場說 不好意思我今天看診 看太累了 我看太多那個寶寶的頭 所以就把你的肌瘤看成頭 然後你就在旁邊想說 那你剛才在那邊說什麼小手 然後哪裡來的小手 肌瘤長手也太可怕了吧 對 我的病人想說 這個肌瘤已經長多大了 對 然後長爽 對 有時候醫生太累 也不能怪他 有時候忙中有錯 但我以前在榮民總醫院 當那個租院醫師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護理人很累 會發生一些很好笑的狀況 那榮民醫院裡面 很多單身老農民 老伯伯都很可愛 有一次我就去查訪 然後就剛好看到一個護理師 他們也要尋訪 他就推了護理車 進我那個病房 然後就到我隔壁床 一個老伯伯那邊 然後他們就是要量血壓 量那個耳溫 然後他就跟老伯伯說 伯伯我們要量耳溫 然後他就把那個耳溫槍拿出來 就往他耳朵裡塞 結果他塞進去以後 我就真的要在旁邊 就突然看到那個伯伯就 忽突然眼睛一張 然後手就一抓 就把護理師手抓住了 然後又抓住他耳溫槍 然後很大力 那護理師就嚇一跳 就想要拉 結果又拉不起來 那我想這個伯伯怎麼這樣 微老不尊 老不休 還在摸護理師的手 正準備要發作的時候 結果就 那個伯伯突然就開口講話了 他就 喂 你打聲點 我提不見了 我在旁邊真的是 他也就很累 嚇得快笑死 他以為你隨便打電話 然後我告訴你 更覺得是 這個護理師反應非常的快 他又把他拉出來對不對 拉不出來 他就跟那個伯伯說 伯伯 電話已經掛斷了 怎麼會講 快要笑死 是 其實老人家有的真的很可愛 我們也不是說故意要取笑他 像我有遇到一個病患 他是一個85歲的婆婆 他住院是因為他有 肝癌 要住院要做那個電燒手術 那時候就安排好 到下午要做檢查 然後中午的時候 主治醫師去查訪 到病房的時候 那個婆婆就很生氣 他就直接就對這個主治醫師 破口大罵 他說 怎麼那麼狠心 什麼看我年紀大 你們就放棄治療 那他聽起來是 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他就開始在 開始碎碎唸 就說我的小孩真是不笑 講著講著就哭起來 就是哽咽起來 那醫師也是搞不清楚 然後看家屬 因為家屬也是 剛剛好中午才來 他也搞不清楚什麼狀況 那醫生就說 那你就安撫他一下 就請他 就說 你慢慢講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就後來才知道說 是說前一天晚上 前一天晚上 我們科的總醫師 去 那因為他那個是病房 他是有三床 有A床 B床 C床 這三床都是來做 那個肝癌的電燒手術 然後那個住院醫師 大概晚上8點多的時候 去病房 他就安排這個時間 他就去跟那個醫生 跟那個阿嬤講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阿嬤 我跟你講 你第一床 他是明天早上9點去燒 然後中間這一床 是10點去燒 那你 你是下午1點去燒 換你去燒 那那個阿嬤 他直覺聽起來 去燒是不是 叫送去那個火 這樣才出現 沒有說 你帶我去燒 你就換你去燒 然後他聽了覺得 是不是開玩笑 他就趕快就問說 我覺得我人好好的 我覺得很好 我們在這裡這樣去燒 他就問他 總醫師說 對啊 你不是剛來嗎 對啊 你剛來 對啊 那就要去燒 前面兩床也要燒 那換你去燒 那阿嬤就說 你在這裡燒 還說不會又很痛 會不會很不舒服 他說不會啦 不會啦 我們現在很進步 我們都千打無痛的 當然 你會先睡著 睡著才會送去燒 你都不會痛 你不用擔心 你不要害怕 他就這樣跟阿嬤講 阿嬤又越聽 就覺得越難怪 好難過 他說你看看 你這個手術同意書都寫好了 你女兒都同意了 都有簽 就說要燒 然後他想一想說 的確啊 以前那個電視上 就有寫說什麼安樂時 什麼的 他想說會不會是 現在真的是有修法 會不會說真的已經末期 他已經末期了 然後他家屬跟醫生都講好 說要把他安樂時 後來他隔天早上 他真的是看到 九點的時候 第一台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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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中午都沒有人回來 他就說 這是搞不好是真的這樣子 他就很擔心 後來就跟他講說 沒有沒有 我們這個不是什麼 那個燒是電燒 是要燒那個腫瘤 是為了要治療 他實在是想太多的 以前我們開 以前我們診所 開第一年還是第二年的時候 因為萬聖節 大家都一邊上班 就說今天晚上有派對 打扮 就在辦公室裡面 就開始打扮 我們連那個什麼小嫻 這些都進來 還叫電視台人來梳妝 這麼專業 還梳 有的梳古妝 就演那個青妝的鬼 鬼啊 流血什麼 然後有一眼僵屍 有一眼吸血鬼這樣 那還有朋友會進來 就來這邊化妝 有的是晃晃禮喜 晃晃晃出去櫃台一看 就有一個人 脫的那個點滴品 全身包著大手 可能龍胸跟什麼 遺骨什麼臭骨這些 就包得滿滿的血就這樣 走出來到 好厲害喔 對 走到那個什麼 結帳室就坐在那邊 跟他坐旁邊 他就說 你這個是最像的 很像 真的 你這個是今天打扮最漂亮的 冠軍 整套的耶 對 整套打扮好 後來那個人走來說 那個是客人 對 他真的 他在手術才弄完 結完這樣出去 真的 細節都有做到 非常尷尬 對 我有一個患者是大概一個 50多歲的一個大姐來看展 大姐壯壯高高的 然後很豐滿 然後就來看展跟我說 她最近左邊 肋骨下面就是很痛 痛兩天很不對勁 我說你有沒有撞到有沒有拉傷 那都沒有 就是痛 就有點輕微咳嗽就很痛 我想說奇怪壓一壓 我從外面先壓 他一壓壓不得就非常痛 那前陣子有咳嗽 有可能是咳嗽 咳一陣子這邊的 肋軟骨拉傷什麼的 我就說 我可能要幫你 你要不要稍微翻開來 因為剛好在女生內衣的下面 有點尷尬 我就說 你說翻開來給我檢查一下就好 他就說好 那我就轉身要戴手套 轉身我要準備把手套戴一下 因為注意一下 我再一轉過來的時候 我一看 嚇一跳 我的診間桌上已經出現一件 肉色很大件的一個內衣 就在我的這個清診器的上面 他說 大姐 怎麼會那麼靈活 我才一轉這 啪就轉身 然後我就只能開這樣 習慣了 我就跟他說 大姐不用 不用診間桌 他就說沒關係 醫生看一下 檢查一下有什麼關係 然後我就看一下 然後就 紅色的小水泡 一群就帶裝拋枕 我說這個 可能是你最近感冒 抵抗力下降 所以這個會痛幾天 我們吃個藥 抹個藥 會舒服一點 那就乖乖的這樣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我就很注意他 那當天要聽診的時候 我把聽診器拿起來的時候 還是覺得怪怪的 因為剛剛蓋在上面 還是很正經 很正經的聽完診 也都正常了 那過幾天 又大姐來回診 我就特別盯了她的動作 就說不要再那麼大的動作 就是我們稍微 就說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好一點 那大姐有乾一點 他第二句話才剛說的說 就直接拉那麼高 就拉二分就說 OK啦 有乾很多了 可是還是有些地方在痛 所以我說患者給我們檢查 零距離是很好 可是有時候 真的不用那麼的劇烈的動作 有時候我們也會有點 特別乾淨 所以有時候是因為你們指示 給得太奇怪了 我有一次去打針 然後就是 因為他們說 打屁股比較不痛 然後就說 那我就說 那這樣子我要打屁股 他說好 那你把褲子拉下來 我說好 我就整個 整個屁股都這樣 亮出來 護士嚇壞了說 你只要拉下來一點點就好了 小時候不是說整個拉下來嗎 對啊 小時候哪有想那麼多 小時候媽媽都是整個拉下來 我覺得你明明是故意曝露的 沒有啊 他就指示我說 褲子拉下來啊 有的時候 護理師要講的 有一次我打針也是 那護理師是認識我們 就一直笑笑的跟我們講打針喔 醫生開始打針 然後我就看他說 是打屁股嗎 打了 好奇怪 瓜哥 你知道嗎 我故意打啊 他就打哪裡 打手臂打 打手就可以了 你想打屁股嗎 他比你還奇怪 所以我想問一件事 打屁股真的比較不痛嗎 是真的 對嘛 脂肪比較厚一點點 講到這個屁股 我就很有感覺 像剛剛講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醫生 已經講得很清楚 可是病人有時候 因為太緊張就聽不懂 像我在看痔瘡 所以有時候每次 他痔瘡不舒服 就要跟他說 我要幫你檢查肛門口 那我都會跟他病人解釋說 你等一下進這個診療窗 要左邊側躺 然後腳要彎起來 要褲子脫到膝蓋 然後我進去會幫你看一下 然後摸一下這樣子 然後那你聽懂了嗎 他就聽懂了 然後病人就進去了 然後說那你準備好以後 就告訴我 你說好了我就進去 然後就在外面等 然後病人就在 就在裡面弄弄弄 弄好了 然後他說 他說張醫師我好了 然後他說那好 你等我一下我戴手套 然後我就進去 結果一去看到一個人 像小狗爬爬 然後我想說 這樣子是要怎麼檢查 超級尷尬 因為我們平常檢查的時候 是病人是要看著牆 然後左邊這樣 像一直側身像個蝦子 結果他做那種姿勢 實在當下 我都不知道怎麼反應才好 而且是 而且他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他那邊趴在那邊 實在是非常的尷尬 真的很尷尬 他還好沒有兩次走在後面搬 不要哭 不要哭 他練過瑜伽才可以嗎 他跑都直接 因為有時候第一次 可能有一些經驗都會從電視 或者是旁邊的人在那邊 會生會影學 像我有一次我鼻子開刀 我就住院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媽 我媽跟我姐都要上班 所以我妹她是 她剛好也是護理系的學生 她就來顧我 很奇怪 她顧了兩天以後 第三天她就不來了 她就跟那個我阿姨講說 她在看 她在照顧我的時候 她遇到靈異事件 我阿姨就來顧我 她就自己會去外面的櫃台 跟那個護士小姐聊天 聊一聊就跟護士小姐講說 妳那個她遇到的事情 也不是不可能 她從小就常常會遇到一些 很奇怪的事 她都自己在房間說 有姐姐跟她玩什麼什麼 講得整個那個那一樓的護士 都知道我有靈異體質 結果後來我要出院的時候 有一個護士小姐 她就是這樣捏手捏腳的進來 結果她還給我一個東西 我跟妳講 我真的是超印象深刻 她給我這個 她跟我說 這是她去她們家附近 多很多 然後這一間 這一間很靈 然後她就說叫我帶著 我以後出去 我比較不會遇到 然後如果我要出入一些公共場所 或者是要在醫院 還是去那個殯儀館的時候 就叫我隨身帶著 我想說妳給我這個幹嘛 那真的有用 對 她就說 對 她就好莫名其妙 她給我這個幹嘛 然後 歸醫院 你知道她才 她才剛給完我 我要出院的時候 我阿姨在幫我收衣服 她還把那個枕頭套拉起來 我阿姨在我不知道的時候 在我的枕頭套下面 壓了一張這個 真的 彰化 彰化求得非常靈驗 我想說你們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阿姨就是 她只想鎮住妳 對 我阿姨是等我出了醫院門口 她在那邊往後看 看我已經離開醫院 她才說 妳妹妹說她顧妳的時候遇到隔壁 隔壁病床的看到鬼這樣子 我說怎麼可能會看到鬼 我妹第一天來的時候 好像那個病人 不知道是患藥還是什麼 那個護士會把帘子拉起來 就帘子一掀的說 有一個男生的人頭 在那個男的躺著 在她的那個腳那邊 我妹就看到 結果我妹她就是隱隱約約的 在關起來的時候 她又看到 那個人臉跟躺在床上的人臉 結果她第二天來的時候 那一張病床都沒有人 所以她想說 是不是那個人怎麼了 還是怎麼樣 那個叫什麼 有沒有那個靈魂會出竅 這樣子 我說妳只來兩天妳就這樣 我在那邊很多天 她就是 她的家只是病對不對 我怎麼一直這樣看 然後手機的光是這樣微微照 你去看 你去照顧人 你也不會有表情 然後我妹自己看錯 我就以為是什麼 對 因為她剛從醫院實習出來 她就覺得說她可能 她就走到哪裡 就會一直 妳知道嗎 就是看著眼睛 生個兒子妳知道嗎 就撲風捉影 然後她就這樣講 就誰不講跟我阿姨講 然後我阿姨又跑去跟護士講 就搞得 就把事情鬧大了 整層的人都把我當 就是好像是 靈魂這樣在看妳 雙胞胎還好 我有朋友是 她去探病 她的妹妹 也是她妹妹住院 然後她去探病 然後她第一次去的時候 就是畫得漂漂亮亮的去 對 然後在第二次去 換她輪到顧的時候 因為要過夜 她就把妝卸掉 坐在那裡 然後值班的護士 就來問她說 你們是不是有個姐妹 比較漂亮那一個 今天會有來嗎 我朋友就看著她說 姐妹比較漂亮 對啊 前兩天 有來個比較漂亮的 就是我 我只是 我今天沒有化妝 沒有 跟我給她 跟我給她 阿姨 你等我 請問你是找我嗎 剛剛那個人去拿 也是 醫師幫病人開刀 看診 做檢查的時候 常常也會聊天 提振精神 但是他們到底愛聊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醫師超愛諧音梗的 顏色笑話 講不停 醫界很喜歡講簡短的話 大概想說二三十年前 我們的 剛剛在那個 瑪莉亞在講護士小姐 我們知道現在都講護理師 對 護理師 因為自從沒有護校之後 都是剩護專跟大學護理系的 就沒有護師的 就只有護理師了 那當年都是很多護校 都是要護士 那一般就被簡稱為小姐 那有時候 那個我們的前輩醫師 外科醫師 也是很率性 就來個急診刀 就 跑過來 咖啡房跟護理師 阿長 他說有啦 有房間 阿不休閒 阿不休閒 他有時候是說 對 阿不休閒 找休閒來 叫家 叫貴的來 等他就夠了 然後有時候是說 有休閒 但是沒房間 就那時候就有 白頭很多哪個死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們年輕醫生 聽了都覺得說 講話怎麼這麼奇怪這樣 就是前輩 那當然是目前 都沒有這種狀況 但是我們還是常講簡短的話 最近有一次我在開刀的時候 因為我們開刀台 同時間比方說有三四台在開 那他就接到通知說 哪一台已經下來了 要接誰的 因為那位醫師的刀 已經今天結束了 那有空出來 要讓給誰優先 他就說那給張醫師 那後來專科 護理師在旁邊就跟他說 等一下 那美玲醫師的小鷹唇怎麼辦 你自己說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簡短 到這個地步 原來那位醫師 有排一個小鷹唇整形 那我自己 其實最近也撈了一個笑話 我們醫師常常看診 都是要插一個卡 在右下角那個 就醫師人員卡 那上面是 插的是病人的健保卡 現在都在看雲端病例 就看看你在別的醫院的 就醫紀錄 結果最近又發生一次就是說 雲端病例怎麼看不見 等一下 這個又當機了 怎麼雲端病例都沒有 插一下 插一下 那護理師就沒好氣就過來 想說我這一年來 已經發生兩次了 他說大哥 你不要老是把那個 插上面的東西拿來插下面好不好 我既然 我既然你是在說出來 你一直說你插錯洞 他說 他就說你這個是插上面的 就是健保卡嘛 對 所以我健保卡要插上面啊 對 那你那個醫師人員卡 是插下面 側面那裡是比較下面嘛 你不要老是拿那個 插上面的哪 下面的 插上面的哪來插下面的 當然就不會看得到 雲端病例嘛 懂嗎 那個病人在旁邊 很尷尬 講說你是在說什麼 大家可能誤會 都覺得是我們醫生在開旁邊 女性同仁的黃牆 其實我個人身為 品格高尚的婦產科醫師 也是道德上的委員會的 我要講說現實生活是這樣 那天我們婦產科的剖副產 其實很容易開刀 羊手會噴出來 那現在因為我們剖副產 越開越小 都會用蒸候性一起拉 那時候拉不緊就會噴嘛 那天就是這樣子 我一噴 一撒 那血水就會噴嘛 旁邊的麻醉科就說 院長 你都這樣子射得我滿臉 我說你再講一次 沒有啦 院長你射得還好 上次姚哥射得比較 更嚴重一點 所以你能 善食如昂 四食如虎 我跟你講四食如虎 就是四十歲女生 嘴巴很會唬賴 給我講一根 我後來跟他說 你其實不可以這樣子 但是這種文字的 就跟他講 醫療有時候 在現場你不會覺得怎樣 我記得我年輕醫師時候 那時候其實醫師 我們小夜結束 小夜班的護理人員下班以後 有時候很好 因為一忙完 他就會煮個宵夜 給大夜一起吃 有時候甚至 我一個學長他是總醫師 然後他太太是護理師 醫師娘很辛苦 他還回來高官接護理人員 所以他來就是陪他們煮個飯 然後一起煮個麵 然後一起吃 然後我就剛好路過 其實是因為肚子很想去看 有沒有東西可以吃 路過旁邊 就聽到他們兩個在交頭接耳 就說 治療護理就說 我跟你講 你老公 下面好好吃喔 然後那個護理 然後醫師娘就說 對呀…我跟你講 他下面真的很好吃 我上次試過 真的好有彈性喔 醫師娘就說 真的… 那下次他煮的時候 我叫你來 我們一起吃好不好 我在旁邊真的不敢講話 但是我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因為 我們總醫師是一個北方人 他對於面食非常有興趣 對面食 我後來就隔天去 跟總醫師開玩笑 你知道有時候 總醫師很好相處嗎 學長 突然總醫師臉一板 陳寶仁 我們這個醫學東西 你不要這樣隨便開玩笑 再這樣子我要罰你一班 就想說 學長好嚴肅 就想說因為那時候總醫師 你知道很威嚴可以麻煩 他說下次不可以這樣子 然後突然又排排我肩膀 其實我下面真的很好吃 總醫師整理道理 你知道嗎 嚇我一跳 然後我那時候 我比較年輕醫師的時候 我們附腔鏡剛好進來 開刀當中很多言語電台 就像剛剛鄭醫師講的 其實你把它截斷 是很恐怖的 一個資深的組織醫師 帶一個年輕的 比較年輕醫師跟我同一年 那時候阿水第三年 他們附腔鏡 這是一個機胎流 機胎流可以用附腔鏡開 但肌胎流裡面有時候有脂肪成分 有頭髮成分 甚至有骨頭的成分 那我們手術附腔鏡就是進去 要用一些器械 那時候因為我們醫院 剛開始試這個 兩個都不是很熟 我在旁邊就聽他們講 這是男醫師 這女醫師 男醫師又說 那個女醫師 你這邊下面要夾緊一點 要不夾緊一點 會漏掉 然後女醫師又說 你下面真的太大又硬 我這樣子夾不起來 你這樣不夾著 待會兒會破掉會漏掉 你看你看 射出來 旁邊說射出來 那邊漏出來了 因為那個機胎流裡面有脂肪 如果弄掉破掉 我們很難開 就要洗很久 你看你看 我後來就旁邊就跟他說 報告學長跟同學 我待會兒 如果把你們錄音 兩人對話檔弄起來的話 你們兩個會生敗名裂 但是從這個機會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身為品格高尚醫師 我就講話都很謹慎 你這個例子是 那個男醫師對女醫師 我們 我朋友有過一例是 你的組織醫師 對男的助醫師 他就跟助醫師說 那個腹腔鏡一樣 他說你有沒有擦過 他說沒有 那我練習 結果那個 助醫師就很高興 就開始 他說不要怕 用力一點 用力往下擦 用力一點好不好 你這樣轉來轉去 因為他怕 他怕就在那邊用轉的 怕穿到 他怕穿到後面的 子動脈什麼腸子 那你這樣要擦到什麼 才擦得近 就搞半天 他說你不要這麼沒膽子 用力擦就對了 那結果這個助醫師 就覺得說很尷尬 他說你會講 你那個左手 在下面弄住 就拖住 然後右手用力往下擦 擦深一點 不要怕 不要怕 用力擦 那結果你看 旁邊聽了也是嚇一大跳 結果這時候 實習醫師就聽傻了 就在那邊看那個螢幕 人家幹嘛 你不要光看電視 你要看我擦到哪裡了 擦到多聲 你要在那裡 你不要光是那個 那個子宮頂高 把我子宮頂高一點好不好 把我子宮頂高一點 把你子宮頂高一點 因為他習慣喜歡講 我的子宮頂高一點 所以這種話 如果旁邊 不小心聽到 真的 你一直在說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產科的話 就是都要幫忙 就是產婦做內診 那因為要檢查一下 他的子宮頂 就是開了多少這樣子 那通常我們在內診的時候 就是會有醫師一起來 跟我們護理師 然後加病人 那會直接清場 連先生都不可以在裡面 那有一次就是在檢查 內診的過程中 因為那個產婦他非常緊張 他雙腿夾非常緊 那我們要幫他 醫師要幫他內診的時候 就是一直勸導他說 你的雙腿要再放鬆一點 不要一直夾那麼緊 這樣我會進不去 然後這時候就是 產婦還是非常緊 他說那你可不可以 小力一點這樣子 他說我還是非常的緊張 你可不可以溫柔一點 然後我也是在旁邊說 你的腿要打開喔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幫你把就是膝蓋 稍微打開一點 這樣醫生才能放進去 然後這時候產婦又說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 多用一點潤滑再放進來 就是光聽會覺得就是很奇怪 但是為了專業 我們還是繼續做 過程中先生就一直不斷地 把門簾一直要打開這樣 然後就說不好意思 先生那個醫師在做檢查 麻煩你外面燒的 他說你們裡面到底在做什麼 在做什麼 他說為什麼不可以進去 我就說先生那個 醫師在幫太太檢查子宮頸 你要在外面燒的 等一下他就跟你報告 然後後來就檢查完之後 先生就進來 他就一臉就是不是很開心 他說請問一下 你們剛剛到底在對我太太 做什麼事情 怎麼插進去 什麼放進去 還要潤滑油 對啊 為什麼還要潤滑多一點 後來太太也是 就是跟先生解釋說 沒有醫師是在幫我檢查 寶寶的胎頭這樣子 對所以就是在門簾外面聽 的確會造成很多誤會 因為我們醫生 有時候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是會講英文 我們會講英文 跟病人講什麼事情 但是有時候疫情其實就會變 像其實我們開到 像我之前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其實到時候有一個阿嬤 他來開一個那個乳房的纖維線流 大概三公分多 那時候我跟那個主治醫師一起開 他是居部麻醉 那開到的時候 因為那個其實以前的主治醫師 開到比較粗魯一點 所以很容易去流血 流血的時候我們就要拿一個那個 類似抽吸的東西 就是要幫它洗掉 幫它看不到 在英文裡面我們就叫那個 血越來越多的時候 血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只不在住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主治醫師通常就會 吸這邊 我叫你吸這邊 好 講得大聲 然後突然那個病人 本來是蓋子的 突然間就這樣掀起來 他以為是我們要吸什麼東西 要吸他的東西 他以為他 他已經不燙 不行 不能吸 後面奇怪 就搞到我們整個無菌面 都被他弄得像 然後整個都那個吸不掉 而且其實還有就是 其實我們以前那個 當住院醫師在跟到的時候 真的很辛苦 我覺得也是 我跟一個那個主治醫師 在開那個乳房的全切除 切到腋下的時候 其實這邊有個血管 我在開那個主治醫師在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好像雖然開了這麼多年 好像還是不大會開 但一直在流血 我就在幫他現在 一直吸一吸 他就一直罵我 我覺得你不是很適合 當外科醫師 連最簡單的殺菌都做不好 他都吸到我都看不懂 在開哪裡 我就想說拜託 我才覺得你不適合當外科醫師 把他吸的開的時候 都都是流 也不鮮止血 就一直在開 我再怎麼吸還是在流 結果後來有一個人上來救我 就是一個女外祖 我們以前有外科助理 就長得非常的年輕貌 那種女外祖 他一上來 那個主治醫師因為 對我已經有點厭惡 他說 你去站旁邊 就讓他來 然後那個女外祖就拿來吸 其實那女外祖吸的有夠差的 比我還差 那個滿片都是紅的 我就說這種吸有夠差 我在那邊什麼都看不見 我吸的時候 至少那個血還沒有這麼多 主治醫師就說 我看你晚上來找我練習好了 因為瓜哥也很敢講 因為他們就是這樣子 幹嘛晚上在練 現在啊 來啊 來啊 不然你多下來 我們現在開始練啊 所以我不會吸 其實以前我們外科醫師 大道就是靠著條件 不然你問這醫師 那一代都是這樣 不過這一代就比較聰明 他就是私下 沒有 我們都是私下 會念佛經跟那些 化人心 你知道嗎 其實真的 真的有時候外科醫生 他們在刀房壓力很大 那像剛才這種講 這種諧音黃色叫他什麼科最多 像我一個朋友 他是就是麻醉科的 他就上次我們吃飯 他就跟我講說 他有一次開刀 然後就是那個病人麻醉嘛 然後病人睡著了以後 開刀房就是 醫生護士的天下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通常 大家就會開始講一些五四三的 病人還沒倒之前 對 病人還沒倒之前 開刀房是沒有聲音 是沒有聲音的喔 鴉雀無聲啊 然後等到病人一倒了以後 大家就開始了 然後有一次就是 一個刷手護士 他就跟另外一個流動的護士兩個人 就在聊天 聊昨天晚上去哪裡去 聊得很開心 然後就 越聊越大聲嘻嘻哈哈這樣子 那我們那個密尿外科 住院醫師在那邊準備病人 然後就 不知道在幹嘛 他就突然對那個護士小姐不太爽 就一直這樣 跟他這樣死眼 跟他擠眉弄眼的 然後那個刷手護士 平常每天跟他們一起 跟他很熟 就不想理他 繼續講他的 不行耶 那個住院醫師一直這樣子 一直這樣叫他 你怎樣怎樣怎樣 他就覺得很煩 你到底是想幹嘛 結果太熟了忍不住 就嗆他去說 你這樣 然後結果怎麼知道 他講完這句話 那個病人躺在窗 突然好像被雷打到 這樣 突然挫了一下 然後病人就悠悠的開口 講到 護士小姐 真的很對不起 因為他麻醉了沒有暈了 我好像就是因為 雞雞歪歪的 跟我老婆不幸福 所以今天特別拜託 來進場維修一下 但他當場整個 灑掉 然後那個護士小姐很尷尬 臉都紅了 結果他說對不起 對不起 很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們一定拜託 某某醫師把你的雞雞歪歪 好好休息 你等一下出去 就是正正的 現在不太敢開病人玩笑 以前在會開病人玩笑 但因為大家就會 萬一側入什麼傳出去 對 所以但是員工之間 彼此打 打打鬧鬧 其實是難免會 而且更重要 我剛剛已經講 跟他講一樣 現在是女員工開我們 男醫師玩笑 有過的事 真的 我說我說我們跟催眠 我們不是催眠 我們是麻醉 麻醉 也會亂講話 會啊 麻醉會亂講話 有一次我去朋友的捧場 做醫美的 就躺下去 結果來的時候 後來結束了 柔安就罵我說 你剛剛亂講那個 好感染 我說我想說 你說這黑店啦 不是 你的話都講出來了 沒有 因為我們平常 還會酸人家 這個話變成我們 自然就會酸 再死了 就要看我這黑店 怎麼那麼貴啊 結果你麻醉的時候 隱隱隱都會講 對 有的會在麻 那沒有錯 你說打麻醉 因為我們做那個大晨禁 有時候會先做烏通 然後我們 有時候那個真的護理師 還有時候麻醉科的護理師 就會問那個病患 有時候是夫妻一起來做 來做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問先生說 你們今天夫妻一起來做 對對對 然後就開始上麻藥 你夫妻一起來做 小孩誰在顧 他說小孩在家裡 你們幾個小孩 先生說有三個 三個小孩 他後來下一個麻的老婆 的時候也會問他 你們夫妻一起來 對 你小孩有幾個 我想要兩個 有時候很好 很有趣 後來想一想 就是他麻醉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想說 這搞不好 會不自覺的講出心裡的話 剛才說過 就是不能跟 大概都不是跟那個病患開玩笑 通常都是有時候 醫師跟技術員在開玩笑 在開玩笑 因為其實大家年紀都大了 那有時候很無聊 做檢查的時候 就有時候麻醉完之後 就開開黃牆聊聊天這樣子 做大腦鏡的時候先麻醉 麻醉有時候 那個資深的醫師 他也跟那個技術員 技術員他實際上是幫忙送那個管子 然後醫生在操作 走上下左右 最後的方向 他有時候會說 比如說小美 小美 我知道你好久沒有做了 我們大家 我們已經準備好 我們一起來做吧 我想 我想你應該想很久了 像我們那些技術員 其實他年紀都比較大 他其實小孩有時候 已經上大學了 因為事實上 我們現在年輕的組織醫師 他在做大腦鏡 都是自己一個人完成 他都在比較資深的 他就會拉一個技術員 就會一起做 其實邊做就這樣邊聊天 他就說 我們根本就不想跟你們一起做 然後那個組織醫師就會說 誰想要跟你們做 你看看你那邊那麼乾 你那麼乾 我怎麼可能插得進去 那技術員也是跟他 就是回他 他就說什麼什麼 什麼我太乾 我跟你說是你這一根太細 你太細 我們這個潤滑油 根本都塗不上去 什麼是嫌我太乾 就一直做起來 一邊做也是一邊講 他就是不甘示弱 就敢說 我會不會做太快了 要不要再慢一點 你這樣受得了嗎 我知道你年紀有點大 不過我可以再快一點 你要不要試試看 還是要不要換個姿勢 就堵一下一直講 那技術人就一邊說 你就不要再講了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你上次就是做到迷路 還是指那個內施劑 在大廠裡面 都找不到方向 他說你要是真的找不到方向 你就找學弟來做嘛 學弟來幫忙嘛 你這經驗不錯了 你這次有進去一半了 已經有進步了 你這樣講講完之後 那個有時候病患聽來 還會醒來 醒來 上次就有一個中年的一個 一個年輕 中年的病患 他就起來 就覺得很 就起來說 我剛剛你們在講話我都有聽到 對嗎 不過我實在是有點好奇 你們剛才真的在做大廠劑嗎 我一直覺得我屁股在那邊痛痛的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沒有麻醉到徹底對不對 對啊 不過這個要澄清一點的是 就是我們在開玩笑的時候 絕對不是對病人 對 你們不用擔心你們昏倒的時候 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嚇得要死 你們身上有一點變化 我們真的都嚇得要死 我們都是你們比較穩定的時候 會跟旁邊的人聊聊天 大部分的病人本身是不會去 開到病人的玩笑的 那就好 像去年我帶我兒子去回來 做生理檢查 我們都做 我說大廠劑那個 打針就睡著了 不會怎麼事 結果他做完了 我說怎麼樣 他說 我都沒睡著 我說你都聽得到 從頭到尾的 那你為什麼不講 你知道他就是這樣從頭到尾 都沒有麻醉掉 其實我們現在大廠劑的那個 那個無痛的那個 他是先打藥 打進去的時候 他會先打很輕 因為他怕打太重 你的呼吸一絲掉 因為我們希望是你自己呼吸 我們只要跟你氧氣照就好了 是 所以我們是看 然後我們都會教教看 所以你叫的時候 其實你們要誠實一點 不要自己明明就還知道 我們叫你又不硬 我們大家會覺得要夠了 所以那個小朋友 可能不好意思 對 不好意思 對啊 就裝睡 那我們大家就覺得這樣要夠了 我是都睡很久耶 睡到醫生一直說 余小姐 余小姐 開起來了 我們要關門了 今天要關門 你有點破綿了 我現在會約資訊 只要因為唐先生 我知道我每次會亂講話 所以我每次上去的時候 我還要準備的時候 我就想把他交代 所以聽到 生命雖然是很辛苦難過的事情 但要保持樂觀 激起的面對 今天聽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也希望大家能夠在壓力過大的 生命當中 多多有歡笑一點 調解世界 對